素问一经变弃论原文原文皇帝问曰 于文古之治病 为其一经变弃 可助有而已 今是治病 毒药至其内 真实至其外 或遇或不遇 何也 其博对曰 亡古人居禽兽之间 动作已必寒 因居已必属 内无眷目之类 外无身患之行 此甜淡之事 邪不能深入也 故毒药不能治其内 真实不能治其外 故可一经住有而已 当今之事不然 忧患原其内 苦行伤其外 又失似时之从 逆寒暑之疑 贼风数智 虚邪昭西 内至五脏骨髓 外伤空窍肌 夫 所以小病必肾 大病必死 故住犹不能移也 帝曰 善 于玉林病人 观死生 觉贤疑 欲知其药 如日月光 可得闻乎 其博曰 色迈者 上帝之所贵也 先师之所传也 上古史旧代记 理色迈而通神明 何之金木水火土 四十八封六合 不离其长 变化相宜 以观其妙 以知其药 欲知其药 则色迈是以 色已应日 迈以应月 长求其药 则其药也 肤色之变化 以应四十之脉 此上帝之所贵 以何于神明也 所以缘死而尽生 生道 以长 命曰圣王 中古之治病 治而治之 汤夜十日 以去八封五弊之病 十日不已 至以草苏草该之之 本末为助 雕本以德 邪气乃福 目视之治病也则不然 至不本四十 不知日月 不审逆从 并行已成 乃欲微真至其外 汤夜至其内 粗工汹汹 以为可供 故病未已 心病负起 帝曰 愿闻要道 其伯曰 至之要及 无师色迈 用之不惑 至之大则 逆从道行 标本不得 王神失国 去故旧心 乃得真人 帝曰 余闻其要于夫子 以 夫子言不离色迈 此于之所知也 其伯曰 至之其于依 帝曰 何谓依 其伯曰 意者应得之 帝曰 奈何 其伯曰 必护塞有 系之病者 数问其情 以从其意 得神者昌 失神者亡 帝曰 善 善